大家好,我是少年 这期视频我希望你能耐心看完 如果你家里有个需要照顾的老头子 更要看完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不孝子女将父亲送去当实验品的故事 老人 在未来社会进入高度老龄化的阶段 国家给拥有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孤寡老人 发放了耳环式无限发电报 那这些老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联系到医院 日本厚生省的新事业部门 一直在为老人的幸福晚年 而实行光明长寿社会计划 但是整整失恋都并没有任何效果 现在人们也不愿意照顾老人 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还怎么照顾老人 于是厚生省研发了名为自己的新护士装置 他们在综合福利中心对着他装置进行首次亮相 高则喜时郎是一位孤寡老人 本来他有富龙护士学院的实习生三桥琴子照顾着 但是在一个中午 被厚生省的四天军给带人抬走 四天军声明就是得到喜时郎家人的许可 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喜时郎 所以即便让自己老爸成为实验品也是可以的 秦子虽然替喜时郎抵抗过 但也只是无用功 在新护士装置的发布会现场上 秦子特地去看看这个机器是否靠谱 在发布会上 喜时郎被放在新护士装置Z001上 然后开始的便是这个装置的演示环节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喜时郎被拔了衣服 然后装置自动进水 给喜时郎进行了全身水洗 四天军作为主持人对其进行说明 他说洗澡是定期进行的 还会根据天气和出汗量 致人安排洗澡次数和水温 接着装置还给大家演示了排便功能 排泄 可以说是社会疏远老人的最大原因之一了 这个新护士装置内安装的电脑 能够测出微小的尿液和便液 并温暖地进行清洗 不仅如此 这个装置还会提供娱乐设施 让老人不再只能用睡觉打发时间 还有这个装置可以组成一周的食物 不仅进食无忧 还有睡前运动 最重要的是 可以为老人的身体进行理行检查 喂药 融入身体异常 可及时联系医院 这个装置使用原子能做动力 实验军保证原子等放射性物质 如果挟漏 一定会引起警报的 不用担心危险 这个装置的内置电脑 就是传说中的第六代电脑 可以自动更新学习的仿生电脑 说它是一个披着机器的外壳的人 也不为过 一切的一切看似都是无比的完美 但是情子看见洗食上被一堆机器给缠住 他心疼地对四年军说 这个装置也许很厉害 但是完全感觉不到人类之间的感情 被照顾时的那种温暖 四年军直接无视了情子的问题 等到了晚上 洗食上用Z001给情子的电脑发送了信息 他发送了无数条的求救信息给情子 于是 情子让他同伴潜入了后生生 想要救出洗食狼 洗食狼十分痛苦地 被各种机器给捆绑的动弹不得 情子看着这样痛苦的洗食狼 决心一定要救他 可这时 情子他们被四年军和长谷川军给发现了 情子跟他们说了洗食狼求救的事情 于是长谷川军就开始联系主治医生 担心是洗食狼身体一样 情子他们刚放心准备离开时 洗食狼突然通过Z001装置发生了 他说 情子 救救我 情子着急地直接就要过去 把那些在洗食狼身上的装置都给拔掉 但是四年军一巴掌把他给打飞了 四年军说这些装置已经跟洗食狼的气管和神经等相连了 将行取下 会要了洗食狼的命 情子他们听了 都觉得这是在虐待洗食狼 于是 愤怒地和四年军打了钱 四年军认为这些孩子实在是无理取闹 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社会所打磨 等他们自己开始被生活压迫 而没有精力去照顾老人的时候 那么他们也会赞同这个机器 现在造成双方矛盾的问题 四年军认为他们就是闲得蛋疼 毕竟只要照顾好老人 好好活着就够了 如今社会谁还能顾全那么多 但随后 AI一时突然发生变化 应该是感受到了洗食狼那强烈想要离开的欲望 于是Z装置 竟然自行动了起来 还把四年军给撞飞了 然后跟着情子他们逃走 AI能够控制装置的形状 能把它变形 洗食堂想要回家想念家里 他王岐春的铃牌和照片 于是机器就来到了家里 然而四年军他们也带了很多警察来 把本来最小的街挤得更加水泄不通了 最终洗食堂还是被带回去 警方强行中断了机器的供电系统 洗食堂孤独地被放置着 他们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老婆村 虽然亲子他们没有被学校惩罚 但是亲子一直心事重重 他还是想救出洗食堂 因为洗食堂就在他实习起 就一直照顾了老爷爷 在养老院里 有几个老爷爷是黑客天才 于是亲子请求他们帮忙 老爷爷他们破解了Z001 为了联系上爷爷 亲子用编码模仿了洗食堂老婆村的声音 来唤醒被装置强迫睡觉的洗食堂 于是洗食堂又向亲子求助 他痛苦地求助着 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而算 老爷爷说 这个D6带电脑 是用仿生人体器官作为核心 属于美国国防部的产品 老爷爷他们控制住了Z001 不仅让装置站了起来 还能够控制他行走 老爷爷他们用村的声音跟洗食堂交流 洗食堂以为是妻子回来了 他高兴得不行 可机器却差点把后身上大楼给弄塌 并且最后走出了后身上 然后在街上晃悠 让人想不到的是 D6带电脑的学习能力超强 立马就学会了春的声音 他还把洗食堂与春的记忆刻入到了电脑里 因为感受到了阴村的声音 而格外兴奋的洗食堂 所以AI现在可以说是在扮演春这个角色 D6带电脑用春的声音为洗食堂想要去哪 洗食堂说了个地点 联舱于是AI就控制了整台装置 开始出发了 四天军他们带了很多的警卫来 想要阻止Z001 但是Z001十分强大 可以把挖斗机给台机轮飞 导致没人敢再靠近 琴子赶到了现场时 到处都是废墟和看得到的人们 AI要带着最早的洗食堂去联舱 他直接横中直撞地走直线 锁过之路防护坍塌 琴子想追上去 于是他钻进了四天军的直升飞机 一起去追Z001 结果AI竟然带着洗食堂挂在了轻轨上 想要搭轻轨去联舱 这个过程还差点和迎面而来的电车相撞 四天军和琴子他们在直升飞机上 看得着急死的 四天军更是一直拿着喇叭 对电脑喊着 很危险 他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懂 总比无用功好 琴子也因为着急而差点从直升飞机上掉下去 结果救他时导致掉下去的人变成了四天军 但幸运的是AI技能过来接住了四天军 电脑自称自己是洗食堂的妻子 然后则被四天军让洗食堂如此的痛苦 他说 洗食堂只是想去海边而已 并不需要这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兵能照顾 AI想圆着洗食堂去看大海的愿望 因为在联舱的大海 有洗食堂和妻子的美好回忆 AI和四天军约定 当洗食堂看到大海之后就回后生手 可到了一个路口 长谷川军竟然带着很多人设置了路障 拦住了去路 四天军从电脑身上下来 让长谷川军撤去路障 因为他跟AI约定好了 难道长谷川军并不听他的 他是美国国防部人人 这个第六代的电脑芯片就是他带来的 表面上是为了老人的福利事业而研究了联工智能 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新型军事用武器 毕竟公然研发武器是不合法的 所以只用通过其他渠道 和Z001的不受控制 让长谷川军有理由带来到在Z001的基础上 所打造的新型军事用武器A号 长谷川军对待机器 小达地毁灭Z001的命令 Z001本来就打不过A号 但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 Z001的联工智能等级会高于A号 所以Z001还是勉强暂时逃进了隧道 只要过了隧道 就可以看见大海了 这已经成为了Z001AI的最大心愿 然而AI又追了上来 为了救洗石浪 Z001把洗石浪从装置上给剥离下来 然后递给了最大的琴子和四天军二人 所有Z001自己则一路把A号推进了隧道 想要跟他同归于尽 海边就在不远处 这是洗石浪的心愿 于这琴子并没有带着洗石浪远路返回 而是继续往前走 他也想缘洗石浪的愿望 A号一路被Z001给推出了隧道 结果A号失控了 A号的路线到处的缠道 把整个地方还有Z001 以及赶他四天军他们也缠道的动弹不得 这期间四天军死死的互助了 已时不清醒了洗石浪 仅此能够动弹 他拿氧气瓶冒着危险 爬到A号的核心区 这个过程让最大的长谷川军 想要阻止琴子 因为这个A号是长谷川军 他们的新型武器 仅此一胎 那个核心又是仿生大脑价实连城 但最终长谷川军还是没能阻止琴子 琴子一下子把那A号的仿生大脑给砸了 然后可以动弹的Z001又喷火 把它给彻底毁灭 Z001的核心电脑从高高的废墟上 滚动到了海边 四天军抱着洗石浪来到了电脑前 刚清醒的洗石浪 突然对着AI喊了一声 NO GO 而AI最后一句话则是 NO GO 我们很快就能再次重逢对吗 看到电脑灯源熄灭了 洗石浪也虚弱地运得过去 因为这件事 长谷川军的公司背后 身上高尚的法庭被关闭 洗石浪被安排在医院里休息 他依旧嘴里叨叨着想要看海 突然四周震荡 楼房倒塌 原来那个自称是村的人工智能 他竟然把自己安装在了一座大佛身上 作为他的新身体 恢复激人的他 第一件事就是来接洗石浪去看海 对于这种养朗机器 我相信支持的人一定不少 而这些支持的人其实并不是不孝 我们很多人都走进了一个误区 其实给老人养老 就像你娶老婆谈恋爱一样 女友抱怨你不陪他 可陪他又没赚钱 会嫌弃 好老公 好拦友 不好做 而好儿女同样也不好做 因为老人确实在无法自理的情况下 是很麻烦的 年轻人需要养家 虎口需要去为生活而奔波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完整体系的 AI智能照顾 那么真的是挺不错的选择 就像养老院 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实在没办法 陪家伞的儿女 但他们又担心 养老院会不会照顾不好 好像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办法 是没有烦恼的 即便你自己去照顾 可是工作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个点 你是真的忙 还是假的 有些人认为照顾老人麻烦 只是因为麻烦 所以给自己找出了我很忙的借口 可在半夜却还能八五七八五七 还能在闲暇的时候来个脚艺人 这些人就跟那些满嘴 我好努力 为什么读书都不好 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 也怎样怎样的 你真的努力了吗 你真的有想去照顾老人吗 家有一老 龙有一宝 这句话我只要有多少人决心 一个人如果不笑 那么迟早会受报应 我也不是什么鸡汤博主 站着说话不要腾讲 哎呀 你们要多去照顾老人啊 千万要有心照顾啊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啊 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忙 该送养老院 或者真有这种机器 你也只能这样选择 我想提醒各位的是 跟心走 你是不是真心孙敬老人 你是不是真心担心老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说 哎呀 你去跟你爸妈说句我爱你 可有人嘴上说爱 实则觉得不断肯闹 真不要脸 而当你真心的爱父母 那么不用说也走够了 孝敬老人是必难的 如何孝敬是取决于 每个人的现实状况 不要看到别人送父母去养老院 或者多年没回来 就逼逼 这老人儿女不孝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最后再哆嗦一遍 如何孝敬老人 如何给老人养老 取决于自己的心 跟心走 不要没良心 你的选择就不会错 而为什么我会在开头 说那个时常儿女不孝 是因为这毕竟 只是一台实验品机器 让父亲去接受实验 即便是儿女他们 也无权替父亲决定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赞个关注 那么在各位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这样认得很重要 拜托拜托